你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五期报新闻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川普的这个星期真的是冰火五重天 对内他遭到了国会众议院的弹劾怒不可疑 但是围墙外的那把火烧得更烈 正要发生 川普他心想我帮美国到处去征讨保护费 想的为的也都是这个国家 居然好心做坏事 意外撮合了在东亚的中日韩 新同盟关系吗 要俨然成型了吗 川普可别等一回神过来 他园子里的萝卜都被习近平给扒光光了 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习近平的最新动态跟最新发言 实际上我们来看到了 澳门20周年的回归纪念日 就是今天习近平说了什么 我们好好话中有话来解码 没错 事实上习近平在最近的话里面来说的话 都有一个意味就是我要压香港 然后捧澳门教训美国 为什么这样讲 他这几天的这个谈话里面 尤其是今天他的谈话 他的谈话说什么 港澳回归后完全是大陆的内政 一国两制是我们大陆的内政 用不着外部势力来指手画脚 但是他今天最新的谈话 这个谈话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鸣刀 就直接砍向这个意志 当然就是外部势力四个字 你可能指到说 所谓的那些美国或是西方势力 昨天晚上他说到什么 他昨天晚上说的是一个比较暗喻的说法 他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 我们要旗帜鲜明 所以讲得非常的特别 他今天的讲话里面 还特别把这个澳门捧了一下 他说澳门这个地方是好 在这个小桌子上面 唱了一个好戏 虽然很显然 他觉得澳门表现非常好 他用一个四个小而富 小而富 小而近 小而康 小而美 来形容澳门 所以他把澳门真的是捧了上去 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他心目中 所谓一国两制的典范 完全就是澳门 他怕你听不懂从昨天深夜 那么他的发言之后 到今天20周年回归的这个重要的现场 他就说了 这是大陆内政 用不着外部势力 指手画脚 还不够鲜明吗 好了你刚刚提到了 连续三天我们都在追踪 习近平的澳门大战略 捧澳压港 这个时候香港的林郑的角色 就变得格外敏感了 对 其实他这几天还有建了林郑 他等于是三天之内 除了在北京述职之外 他又见了第二次的林郑 他又说什么 他就跟林郑说 我觉得你上次来北京述职的时候 你讲个东西 香港下一步的政务了 非常好 那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好好设想吧 俊相 这个你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北京当局有一点点认为就是说 香港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我现在我让你自己去办 那我现在比较care是澳门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从中间你可以看到 中央对香港反而是有点冷淡 对澳门是比较偏向转热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是捧澳训港呛美 这是习近平这几天在澳门的表现就是如此 那我们讲到这个星期 为什么说是川普的冰火五重天之一周呢 因为众议院通过了他的弹劾案 他是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 当然以他的个性怒不可疑 他推特又有动态了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众议院通过之后 虽然参议院可能过不了 川普应该不会被弹劾 但是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马上在推特上面发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时候黑白照片 而且他的知识大家乍看之下 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 后来人家才知道 这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美国 这个山姆大叔的这个照片 他跟他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为什么他要学这个呢 其实他有一件双雕的这个意味 明着暗着 明着的话当然是说 你看他这上面写什么 事实上他们不是在追杀我 他们是在追杀你 他这个意思是指谁 意思是指美国众议院的院长 裴洛西 他就说你要谈合我的话 他告诉美国的大众是 他不是在追杀我 他是在追杀你 我是民选出来的总统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言下之意是认为说是 他侮辱了选民 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支持群众的 一种呼唤 敢他们出来为我奋战 当然叫加深所谓民主跟共和 两党的这个对抗 訴求民粹了 有助于他的这个选情 你看他这个被谈合的时候 他在密西根之后的时候 他也说有被谈合吗 我们现在美国经济是最好的 所以眼下之意 他其实是不断的在对 裴洛西反击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招是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山姆大树他是出现在什么 出现在一次大战的时候 一次大战的时候 你看他下面的字 I want you for US army 也就是他是一个真军的广告 那真军的广告是什么 要培养你的爱国心 我们美国是number one的 所以他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美国山姆大树是要 美国的爱国主义 美国爱国主义的话 他要唤起美国爱国主义 美国当前的最大敌人是谁 所以剑指中南海 所以刚刚他们的目标是你不是我 这个是在美国内部 他撩起了所谓的民粹这是对内 但是围墙外 山姆大树不就是美国的形象 现在剑指谁 就是剑指中国大陆 对 那山姆大树 到底会不会如川普的愿 这个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画面就出现了 那在2015年的8月的时候 当时川普还是共和党的 这个逆参选人的时候 他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他为了要造势 他就找来是美国的白头鹰 那美国白头鹰 这个也叫做山姆大树 因为白头鹰就代表美国 结果没想到 就像你知道 当天非常糗 他原本要把这个山姆大树 弄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山姆大树 就拍起他的翅膀 你看把这个川普的招牌的头发 都摧乱了 而且他有点要攻击川普 那川普就怕到 好 川普这个 那我不要放在我的手上好了 我放在手上拍一个照片就了事 然后紧接着呢 他就把这个白头鹰 因为我们知道 他还要拍另外一张照片 是他坐在这个桌子上面 结果没想到白头鹰 居然这个 够了够了你饶了我 对 鹰准居然去啄他 你知道 他就吓了一跳 所以你知道他吓到 整个脸都变了 你看他 我不知道 其实川普他毕竟是练军校 他的这个反应非常快 你看撒纳之间 他马上就躲开了 所以他吓到脸都歪了 所以人家就说 当时就有个预兆说 好像的山姆叔叔 似乎是没有站在川普 这一边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 我们今天从这个山姆大叔 山姆大叔 山姆大叔是美国的形象 美国形象 还有一支是老鹰的形象 白头鹰 就让你想到2015年 刚刚那一段画面 他去着山姆 他去不是着山姆 他去着川普 对 没错 这一段画面 为什么你会讲神预言呢 对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这个 他虽然说这个川普 想要鼓动这个爱国气氛 但是呢 现在对川普来说的话 他是内外交迫 尤其是很多原本 是站在山姆大叔 这一边的盟友 现在都慢慢的一个一个 离他而去 好 我们首先来讲 第一个是什么 韩国 为什么韩国 因为我们知道说 最近韩国跟美国 他们在商讨所谓的 美军住在韩国的所谓费用 我们要怎么来分摊 他们进行第五轮的谈判 第五轮的谈判 双方当然是你来游往 因为对驻军的需求 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知道川普 他这个就是商人性格 他都希望说 这个金额当然是越高越好 所以他马上就开出一个 50亿美金的这个金额 50亿美金的这个金额的话 韩国人就是说 你怎么要增效 50亿是什么概念 使用者付费听起来应该 我们上一轮的最新的协议 是10亿美金 就你用到50亿 那也太夸张了 我们南韩方面的话 只愿意支付10亿 所以两个差额是非常非常大 你要说没有 这边驻军很多 那你这样子飞 花得多 军队多 花得多 那也就算了 可是我们仔细来算 韩国在这个美军住在韩国的话 大概是2.85万 还不是最多的 其实最多的是日本 再来就是德国 他是排行第三 那好 排行第三的话 这个价钱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指标来看 我们算人均 对 譬如说我住25万人 那我一个军人的费用 到底是多少 这样来算 好 就这样 驻日的美军 人均成本的话 10万块 年成本 驻韩的美军年成本 15万块 结果韩国人一看 你搞得真笑 日本的这个生活水准比较高 日本的土地可能也比较贵 你10万块 我为什么韩国要15万块 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合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韩国师傅对这件事情的话 是相当相当的不满意 所以说现在川普 要来给南韩共攀 我今天要付出 五成于日本的保护费 我吞不下去 结果川普万万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所谓的 征收保护费的动作 居然埋下了美韩之间 一种信心的动摇 一种所谓的铁杆的开始动摇了 对 现在韩国或者说日本 好像都慢慢的对这个 川普这个狮子大开口 有点点不满意 重要就是中国大陆 似乎在这个时候出手了 为什么呢 事实上那时候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跟韩国的国防部长 他们在东协会议里面 他们有见面 那见面的过程中间 他们在11月18号的时候 他们就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未来 这个中国大陆跟韩国之间 这个军事交流要持续的增加 包括说可能有一些互防 或者是有一些互相 共同军演的这个状况 那在11月18号 他们发表了这个声明 所以会不会是 因为11月18号 韩国也找到了一个大的靠山 就是中国大陆 你想想看才几年前而已 那个萨德导弹系统 搞得多么水火不容的 南韩跟中国大陆 现在把首要给牵上了 川普怎么想 想不到走到这一步 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事实上就目前的 这个中日韩的关系来说的话 因为川普持续三个国家 开始慢慢的加温 我们知道说这个月 这个中日韩三个国家 他们要在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的成都 开个三国的这个会议 那三国的会议呢 是关键的20年 20年的这个关键的这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里面来说 他们可能分别会跟 习近平会分别跟这个文在寅 会分别跟安倍见面之外 你知道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 安倍居然要跟文在寅他们要见面了 那知道他们两个唱一次见面 已经是一年多以前 然后后来贸易战的过程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非常非常明确 他们在今年的这个 大阪的高峰会上 他们两个是这样子 完全互 人到空气要凝结了 完全互相不见面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非常尴尬的局面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美国想要促成他们两个国家和解 都没有办法 就没想到 这一次有个非常特别 他们两个会在成都见面 也就是说 是中国大陆促成了他们两个 不是美国促成了他们两个见面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其实有相当大的意涵 在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日韩 可能在这边破冰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就是中日之间 是不是有可能会破冰 为什么这样讲 事实上我们可以跟大家看 几个这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2014年 北京APEC的时候 事实上君主席 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尴尬 因为这个习近平是东道主 东道主照理说 你应该先来到 等到安倍来 就没想到那一天的会议是怎样 是安倍先到 安倍在那边等了非常久之后 习近平姗姗姗来此 姗姗来此之后 你看他们两个握手之后 你看习近平 这个脸之臭的 他完全是不甩他 你要看你要讲什么 完全不理你 这样的感觉 而且你知道 后来这个安倍也是 当然他伸出友谊手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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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呢 對 現在不一樣 因為他們當時會談 還是會談的25分封 因為按照觀念還是必須會談 但是兩個人會談的時候 幾乎是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兩個人完全不搭嘎 可是這次就完全不一樣了 你看他們在G20的時候 中日關係似乎真的開始升溫 你看這一次的畫面裡面來說 你可以看 我們現在對比這個表情 就非常的明顯 你看安倍的表情 兩次是差不多了 可是你看兩次的 習近平的表示是完全不一樣 這一次至少已經擠出了笑臉 上次是連看都不想 看理都不想理 這一次他們在大阪的G20會議裡面 他們兩個講了90分鐘 90分鐘是什麼意思 其實90分鐘就是 安倍跟川普見面也是90分鐘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中日關係已經慢慢回復到 跟美國 日本的關係差不多 而且在這個會談裡面 非常有意思 過去的時候 中日其實完全是劍拔無章 但是這一次他們有說 很多話題你最好不要提到 免得讓中國大鬥 觸怒中國大鬥 結果沒想到在這次會談裡面來說 安倍居然提了一國兩制的問題 結果習近平也沒有生氣 反而是後來安倍就說 那我邀訪主席 你明年在日本櫻花開的時候 能不能帶日本來訪問一趟 結果沒想到 這個習近平馬上就說 甚好我願意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實上中日關係 在這個因為川普的關係 似乎已經慢慢走向了 兵容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說 因為川普都是要錢 要錢 要錢 所以已經惹得中日韓 因為川普的關係慢慢的走在了一起 我們繼續當然要聚焦 就是中國大陸拼經濟轉股 國進民退 大魂改急行軍 這鐵特效藥 中國今天要帶我們來看看 從數據 從政策面來講 這特效藥有效嗎 首先呢 先講中國大陸的央行 人民銀行 他也下了一劇猛藥 為什麼呢 觀眾朋友很清楚 再過一個多月 農曆年 大家要花錢 7月要發年中 第二個 中國大陸債券 尤其政府債 昨天我們就跟大家報告過 像是我們的城投債 就是我們講的準城市債 這種他們發行也需要錢 因為發行就代表有一些 所以你要贖回 以此央行這事 強行 強力輸血 2.1兆投入市場 現在很多他們中國大陸的企業 還有需要資金的人 都在津津樂道地說 看樣子 明年 降準的這樣的一個內容 可能會讓大家都很開心 放水養魚 放水養魚了 注入了一大筆的金流 但為什麼要這麼做 沒有辦法 中國大陸中美貿易戰之下 現在是真的傷痕累累啊 尤其國家企業 央企 國企 真的需要來救 我們來看看前陣子 才剛剛熱熱鬧鬧落成的 國家石油天然氣管網集團 大家也許覺得這個名字念起來 有點長對不對 但你看到石油 你看到天然氣 你就知道它是大能源的巨獸級怪獸 對 講到能源 誰不曉得中國大陸就三桶油 叫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些他們可能就是各立三桶 所以中國大陸決定要來 把這些的管道 管道 能夠大家互通 互通成為了社會一張網 管道社會一張網 這樣的混改 你覺得OK 不錯嘛 一加一大於二看起來是很好 對 所以現在就包括了國資委 還有我剛剛說的三桶油 就全部一起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公司 好 那你現在知道 中國大陸這個大能源的巨獸級公司 2.1兆台幣的心血 由這三桶油投入了 絕對 講到混改 他們是腳步加快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最重要的能源 叫做電力 所以呢 國家電力投資啊 它現在所進行的 是一個全中國大陸 目前有史以來最大的混改投資項目 這是最大的混改集團 這是最大的混改投資項目 投資什麼呢 青海上游黃河的電力 好 同投資金額高達242億的人民幣 1558億 聽到這邊 君先生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中國大陸這絕對不是跟你鬧著玩的 是真的在急急隱隱在做囉 石油 天然氣 電力 什麼東西 這三個剛好都用得到 汽車 那汽車怎麼樣 我告訴你啊 就像中國大陸現在的汽車銷售 真的是 你看一下 跌跌不休止直落 我講一個白話 中國大陸的汽車銷售 從今年20191月到11月 除了6月 是銷售旺季沒有逆成長之外 其他全部逆成長 你看看 經銷商半年倒3600多家 你說央行要不要出手就 這個數字讓人家覺得頭皮發麻 半年可以倒3600家 那你沒辦法 你看光上個月銷售就少4成 4% 不好意思 4.2% 好啦 那你說難怪要注入火血資金來救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救法就是混改 來 車 車商也要混改 重慶長安這個老字號的車商 他的旗下子公司新能源汽車 就決定要引進戰略投資者 不過俊相 那講混改 那這樣好啦 那個央行也來救了 提前來救了 混改也做了 那中國大陸將來就是 經濟應該可以 爪點幹部成功 不用怕中美貿易戰了 對 錯 我告訴你 混改有時候改一改 還真的會也有出問題的時候 中信國安集團 好 這個國安集團 他自從2013年就混改了 他可以說算是混改的老前輩 對 他2013就混改 可是你知道他混改之後 卻出現了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詭異情節 話說當時他引進了 五家的民營企業 五家的火水 看起來好事啊 但是沒想到這五家民營企業 裡面竟然有四家 他竟然已經進來跟中信國安混改了 他就擁有中信國安的股權 他竟然把他的股權 去賣給了兩家控股公司 天啊 我引狼入世啊 其實我覺得就很像 聽到這邊賣給控股公司 這也就是一般的金融交易 也還好 對 但結果人家去一查 發現這兩家控股公司 背後的那個營伍者 背後的那個可以控制 這個股權的人 一個叫做徐放明 一個叫王雪斌 這兩個人是誰呢 其實這兩個人 名字我覺得真的不重要 重點是這兩個人是誰 一個是工商銀行 前工商銀行的行長 一個是前財政部金融司的 司長級人物 那也是沒有不對啊 這兩個竟然有這麼硬的財經背景 很好啊 這兩個人曾經都因為收賄 被法院判十二年跟十三年 請問已經被法院判十二年十三年的人 他竟然可以成為兩個控股公司 背後的營伍者 然後在經由這入主的五家民 企業有四家把他的中信 國安集團的股權賣給我們 你到底要幹嘛 請問你背後成為了中信國安 實際可以去影響他經營 或者影響他整個公司的決策面的 兩個重要人物 竟然是收賄被判十二十三年的人 怎麼回事呢 這樣的魂改 這樣的人被引進來是好事嗎 所以這一句話我們講說請鬼開藥單 就這樣 魂改他的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我民營企業跟民營企業 我希望能夠強救弱 或者是強強聯手 但另外一個就是我引入了國有的資金 引入了公有資金 那叫我們講的國進民退 最後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成功的轉股 退一步的人都挖挖叫 他都是受害人 但唯獨這個人 演出了拍案 驚奇他誰呢 網紅級的CEO董明珠 是 珠海的格力電器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可是網紅級的電器品牌 加網紅級的CEO 在珠海無人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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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的名氣來一起 那時候大家小道消息 江湖傳聞就講 董明珠 你這個格力女王 可能權力不保了 因為現在有一層五的名氣引進之後 這是中央在推的 那到時候 你的權力可能就會被稀釋 結果剛好相反 這就是董明珠厲害的地方 後來引進這一層五的大股東 沒想到董明珠竟然能夠在 長達七個月的談判之後 和這個引進名氣一層五大股東 達成一個協議 第一 你跟我合併之後 不但你這個大股東的公司 有些資金我可以控制 第二 你的三個董事裡頭 還有一個可以由我來決定 結果呢 朱陽變色 本來以為他可能會被架空的 沒想到他反而他的權力架構 還隨著合併之後 他對於格力電器的持股比例 還可以提高 好啦 那你聽到這邊就說 那這有什麼好呢 你剛剛不是要說他好的一面嗎 這只是證明說他很會 混改而已嘛 我告訴你好的一面來了 你知道董明珠曾經在2013年 他跟雷軍打了一個賭 有一回呢 董明珠和這個雷軍的 小米的雷軍 他們兩個就賭了 賭說 從2013年開始起算 未來五年誰比較賺 那雷軍就講 要是我輸你我給你一塊 要是你輸我你給我一塊 人民幣一聽就知道 這是象徵性的賭注嘛對不對 面子比較重要 好啦 你知道董明珠怎麼說嗎 你一個經過了這個混改的一個 歷經混改的這個過程 人家都覺得你可能 勢力會被架空的人 他非常底氣十足的講 我告訴你我贏定了 而且賭注十億 十個億 是 其實大家那時候就覺得 有點不太看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隔離 你準備捧個十億來賠吧 至少要混改嘛 對不對 人家雷軍小米 那可是標準的名氣啊 結果 2018年年底去年 答案揭曉了 大猜猜看 先排 誰贏 他贏啊 董明珠贏啊 結果呢 雷軍現在要給他十億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給 是不是願賭服輸我不知道 好 這是第一個 你看到了 誰說改了之後 一定會出問題 他出問題 他就沒有了 第二個